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861集 外面 火精族的几位老者吼道 这是难得的一个苗子 寄托着他们的希望让他去探险 怎么才进去了就出意外了呢 是大鱼姬花蕾所致 一位老者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所在 怎么可能 可以隔绝呀 火精族另一位银饭老者师生道 因为历代以来他们都在尝试 也有人进去过 虽然遇到了致命的危险 可是想要隔绝大鱼姬花粉的寝食 那还是能做到的 今天情况异常 那花粉如同仙雷飞舞 轰鸣不断 你们看 蓝光与雾碍交融电闪雷鸣 像是有意识般的 向它主动冲击 连秩序符文都难阻挡 这是怎么了 大鱼姬花蕾难道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要挟 不能接近吗 是我族以前过于幸运 还是今是他过于不幸呢 火精一族的人惊呆了 全都盯着前方 这个寻来的探险者 居然就要迅速死掉了 他们的天赐甲昼 还有场域领域中的各种神圣器物都还在他身上呢 都要跟着失落在此吗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损失巨大 小友 你感觉如何 要怎样了 火精一族的几位老者都在大喝 他们知道 这个少年要完了 现在这样呼喝 也只是想知道他的感受 了解触及大雨及花雷后 究竟会有怎样的诡辩体会 为火精族积累更多的经验 楚风 双唇发抖 开口见浑身光芒迅滥 骨髓在疯狂造血 要替换掉全身的精血 这是在进行一种死亡蜕变 走向自身生命的终点 我觉得 楚风的声音颤抖 他知道自己要死了 抬头看到不远处的白衣女帝 见他疯姿绝世 再看自己 忍不住对火精一族喊道 我觉得 我要风华绝代了 火精一族一阵无语 都要诡辩了 发生不祥 而后寸寸断裂惨死 他还自恋会风华绝代 看来是疯了 正在异变中 小友 你坚持住啊 说不定可以活下来 火精足以为老者喝道 其他人文言都是一阵 而后露出惊涩 或许真有奇异状况 发生也说不定 因为 一个神亡而已 现在居然还没有诡辩 至死还活着呢 这本身就是奇迹 活下来 一定要活下来 离开那 走出来 火精一族的人吼道 这关乎着他们的利益呢 一旦楚风活下来 活着走出来 他的血液 他的肉身已经先一步 净化了那种花粉 说不定他的身体 能够为后来者 提供较为安全的 进化物质 我自然要活着 活出去了 我今天要进化成为 大禹极强者 勇往之前打破禁锢 成就无上神话 楚风嘶吼 不再被动化解 而是开始疯狂运转 倒引呼吸法 开始炼化 开始配合这一进化过程 他想要突破 打破天地限制 跨街实现生命的跃迁 欲实现真正的超级进化 尽管知道前路暗淡 生死明显 他还是在拼命 楚风大喝着 我要风华绝代 然后呢 火精一族就呆住了 因为楚风的身体 果然在激烈蜕变 样子在变化 这真要风华 绝代了 一位火精族老者南南 因为 楚风的样子猛烈变化 实在太惊人了 楚风的头顶 血光冲消 耳口砰的一声 左肩头上长出一颗脑袋 血乎乎的看不真切 接着他嘴里长出两颗獠牙 都有一尺多长雪白而渗人 吃吃吃的 满天血色发丝披散 接着血白光芒闪现 他的发丝暴涨 有一片是血发 有一片是银发 还有一片是灰发 共分三色 一股恐怖的气息 在头颅间冒出 而他还不自知呢 甚至连獠牙长出 都没有感觉 只觉得浑身能量 如大河滔滔 他看着前方的白衣女子 自己竟也飘飘然 觉得自身 真的要风姿超然 尘世上了 真的在变 要风华绝代了吗 楚风开口 小友 你现在有什么体悟 快说出来 你有两颗头颅了 火精一族提醒并大吼 让他说出自身变化的体悟 为他们积累经验 两颗头颅 直到这时 楚风才感觉到尖头的异常 而后一声大吼 给我回去 他一掌拍向尖头 竟生生的 将头颅压制回去 消失在那里 火精一族彻底蒙了 震惊了 这都能行 回去 接着 有人迅速提醒他 还有獠牙 碰碰的 楚风给了自己獠牙两圈 那两个一尺多长的可怕长牙 迅速变短了一大截 效果明显 这怎么可能啊 外面 火精一族的人感觉头皮发麻 全都失声 六条手臂了 八条腿了 有人喊道 这楚风低头 发现自己的腿脚多了几对 这有些像史前的神猪 而他绝不想要这个样子 他用原本的双手 轰下那些手臂与大长腿 红隆隆的 血光与荧光交织 还有暗红色的血液 冲销而上 他的腿脚被压制了回去 接着 他又看向两腿肩 直接就是两掌 哇 风华绝代 外边火精一族的人震撼了 而我又觉得一阵木然 这还风华绝代呢 都快吓死个人了 激烈一变 这一刻正在全面上演 一瞬间 楚风的形态 不可名状 然而 他却依旧没有死 他在胆寒与发毛的同时 有一种森寒的体悟 或许他接近了进化的部分本质 确切的说是 他或许能接触到 大宇集进化的部分真相 为何诡辩 其中的终极隐秘 也许正在慢慢的揭开一角 进化的真相是什么 大宇集的蜕变 为什么那样的诡异与可怕 楚风正在接近本质 全身都在异变 其形态实在过于惊人 不断变化 已经不可名状 他真的有些怕了 从骨髓中发寒 他到底要变成什么呢 现在他一巴掌又一巴掌的派出 阻止自身恶化 每一掌都让空间扭曲 裂痕斑驳 若是打在生灵身上 纵然是准天尊也要炸开 就是天尊都不见得能承受住 他全力以赴血气滔天 全身都被秩序符文规则笼罩 敛化自身 用掌印轰杀全身各处的一变 即便这么沉重的掌力 打在他的机体上 也只是将鬼变暂时打回去 压制下去 筋骨分毫不伤 这就显得害人了 若是正常情况下 他以自身的超绝掌印 这样轰杀几身 等于是在自绝 而现在却通体无损 又来了 又来了 出风嘶吼 张嘴尖 雪白的獠牙一尺多长 喷吐出漫天的黑雾 披头散发解 宛若一个盖世妖魔 他轰向獠牙 打向自己的三色法司 让自己还原 轰隆一声 刺目的金光绽放 胸口那里像是有一轮金色的 小太阳焚烧 越来越璀璨 炫目到了极致 让火精族的强者都震撼 那是何等强大的心脏 太惊人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